开日本队但是我们整体的还是在最后完成了既定的任务 新台总是全面超过日本 但是之后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在回去训练的时候继续改进 那么女子项目我们是持续的保持领先的优势 其中陈欣怡和史静怡的提高可圈格点 那男子项目当中呢 宁泽涛和诗一样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 另外也给余赫星林永庆徐家瑜和刚刚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的李珠豪 对表示给他们的整体发挥点个赞吧 最后还有四位奥运冠军孙杨叶诗文焦流洋以及刘子哥 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继续的发挥在整支队伍的核心作用 当然说到这里 我想也应该给我们的解决评团队罗雪坚点个赞 作为这么多天来呢 一直在游泳池汉在评论席前 给我们进行的非常精彩的解说 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 非常激动 有的时候又会有泪水飞躺 在这里说实话 对于一个奥运冠军 对一个中国游泳的过来人 见证了中国游泳的今天 真的不容易 我看到中国游泳队这些艺末员们 真的我觉得你是作为一个大姐业 发出了心为他们感到骄傲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要感谢我这一次的搭带韩老师 通过与韩老师的三次合作 我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在解说方面的技巧 更加要感谢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 加入整个报道团队 是我的一份荣幸 我会在以后的这个游泳解说当中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解说评论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 任何一个运动员要想取得成就 也包括我们电视转播一样 都离不开这个团队 离不开这个集体 那对于嫖妖环来讲 本届比赛他收获了一银和四枚铜牌 四桐 同样他在嫖妖环游泳中心 仍然受到了观众的这种掌声 欢呼和喝彩 因为对于他来讲呢 在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当时可以说是大放光彩 每届亚运会都会有新人出现 这也是经济体育的特点 对 应该说这一枚铜牌 是嫖妖环的第五枚铜牌了 对 他今天还获得一个人项目 对 我们回头好好计算一下 那么在这个整个游泳赛事当中 金牌王有几位呢 首先是我国的选手宁泽 他一个人独得了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冠军 还有两项接力的冠军 那另外一位四金王是日本队的秋野弓箭 他是获得了男子200次 男子200混和男子400混 以及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 还有另外的几位是陈欣怡 沈夺 叶诗文和斯库林 他们都分别获得了三枚金牌 这次获得四成100米混和舞接力的银牌的日本队 日本队今天也是比出了比较高的水平 正是由于日本队的出色发挥 大大刺激了中国队小伙子们 能够在比赛里面全力以赴 虽然日本队获得了12枚金牌 比中国队的22枚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日本游泳在国际泳谈 它仍然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们在整个对于下一代的培养当中 是十分重视的 她的12金的当中其中有6枚金牌 在今年世界排名都是排在列前的 对 这是第一位的 这是今天晚上获得了 中国男子四成100米混和舞接力的四名选手 对于理想来讲 在今天的第一棒应该说她的 许家瑜她也尽了全力 对 今天许家瑜 她的成绩稍微比她个人的成绩落后 大概0.3秒左右 那么第二棒的影响是发挥了 她个人最好的成绩 不算就是说正常我们按照 她接棒的那个时间差算吧 是59秒84 而第三棒李珠豪发挥的也不错 51秒44 这个小伙子只有15岁啊 是的 最后的一棒 就是非常非常代表着中国速度 亚洲速度的宁泽涛 46秒91 这个成绩她也应该给自己点个赞 宁泽涛呢 这位小伙子在本届比赛里面表现非常出色 她是一位荷兰郑州级的解放军军人 那么比赛里面她呢 是个人获得两枚金牌 同牌获得两个集体激励项目的冠军 也是本届院议会获得四枚金牌的金牌枉 移倾由于中国的国家 派 내용来愿意将高级uß大帑 对去宁悲的表言 请留下来 경意 男和sings and gentlem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已经把这个调态环游泳中心变成了我们的主场 中国游泳界而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里面 获得22名金牌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之作 那么通过这项优异的成绩 也为整个中国军团在亚运会当中 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们要感谢广大的游泳爱好者和我们的粉丝们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才使得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良好 我们会再接再厉的 希望你们今后继续关注中国游泳队 感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呢 中国队的小伙子们 特别在屏幕右侧这个宁泽涛 非常的帅气 那么本期比赛里面赢得了很多的人气 很多的女孩子 包括一些女的世界冠军 甚至奥运冠军 都大声的惊讽 是的 没错没错 今天晚上宁泽涛也将做客风云会 对 我们将在风云会节目当中呢 看到中国里的小伙子 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军人